我们今天又来到清卖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酒店 来享受我们的下午茶 今天一台也穿得很美的 这个酒店叫Melier Hotel 是个五星级酒店 我们一起进去看看 在门口就是做的很有气势的 这是一个很新的酒店 很多外国朋友是吧 真的是很国际化的 给了你个什么 计小车 计小车的卡片是吧 我还以为给了你一个什么优惠券 贵宾券的 今天还有一些卖零食的也很特别的 这是卖巧克力的 300株一块 不便宜 350株 但做的应该都是很棒的 这里是个咖啡吧台 还喝下午茶是在这个地方的 这里是喝下午茶的 我们今天来的这个酒店是国际化的 现代化的新酒店 我们上次去的137柱子酒店是传统的 是吧 泰国风的是吧 木头的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概念 都舒服 大家都要体验一下 大女儿说了 这边的下午茶好像要提前预定的 好像清卖很多高级酒店的下午茶 都要提前预定的 它是按定量来做的 是吧 它等于就是跟私房的差不多了 它这里的咖啡还讲的很细的 它不是我们原来传统的那个点的什么 Latia 它就会给你讲的非常的细 就是里面什么样的含多少 含多少咖啡含多少奶 就是这样子的 它咖啡是120一杯 茶的话是这样的 是200 它应该是都是包括在这个下午茶里面的 单点的话就是200 就是这样子 我女儿开始点单了 现在我们就不需要我们出马了是吧 你只要负责买单就可以了 钱带够了嘛 哈哈哈哈哈哈 妈咪负责买单 爹爹负责拍摄 女儿负责点单 Emily负责吃 是我们点的茶是吧 很特别的 花茶 两个小杯子 这个壶的质感就是很好的 一下子档次上了好几个是吧 其实我们自己在家里也弄一个也挺好的 真的生活需要品质是吧 一杯咖啡也能拍出艺术的感觉 然后看看 哎呦真的是 你现在拍照水平越来越高了嘛 我拍的 我大女儿拍的 这个角度是吧 然后环境摆盘 它的餐具都是很有讲究的是吧 倒水都是这么优雅 哦 我们倒水都要拍很久是吧 都这么优雅 专业训练的 这是我们的下午茶 这是西班牙式的一个下午茶是吧 刚才服务员给我们介绍了一下 各种各样的 咸口的 然后酸的 然后各式各样的口味都给我们介绍了一下 每个每个餐点都是给我们说了一下 它里面 就是上面是这样的 上面是这样的一层 有三明治 这个是 虾球 然后虾 然后蛋糕 这里是有它的一个巧克力酱 它是有几种酱在里面的放在抽屉里面 然后再有抽屉是两个面包 然后这个是这个叫什么 我们经常买的那个叫什么 知识棒还是什么 哈哈哈 买的挺贵的是吧 我们在马列加也经常会买这样的 哇 美的美的 就这一个小盒子 你可以打包直接带走吗 哈哈哈 我们就分好了是吧 其实也挺好的 真的是两桌一人一套 一人一份 一桌一人一份 在里面都空了 我想先吃这个 先吃 我的最爱 起司蛋糕是吧 哎呀 可以的 我们来看看 看一下 看一下的起司蛋糕 哇 上面有点焦焦的是吧 是不是有点烤过的感觉 很浓郁的奶香 很浓郁的奶香 在这里食物是一个环境是一个 服务是一个是吧 它是一个综合的考虑 对 还这种摆盘 就这种在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 吃饭的这个意境 是一个综合的享受 很好喝啊 有点苦味 我喜欢喝苦的 因为它的咖啡里面 它有好几种咖啡 就是你加多少奶的比例 它很细的分的 所以我们是加了就是中间的奶 所以奶味和咖啡味应该会中和一点 如果想喝咖啡味足的 就可以少加点奶 它有各种选择的 我妈帮你一下 你这个属于 上过来一点 用斧头在吃那个 刚刚开始学习 挺好的 是的 挺好的 还给Cissi来一口 真的是 跟Cissi感情好的 very good 很愿意跟别人分享的 是的 他就是不愿意跟爹地吃 他可以跟任何人吃 他就不愿意给爹地吃 爹地不介意的 哎呦 爹地好不好吃 好不好吃Emily 他很爱吃这个面包 很爱吃这个面包是吧 对 这个好 再来一个 看 它下面两个虾 你不要破坏我的美感 还有花的掉下来了 对啊 下面是个小小面包是吗 对 是一个小面包 哇 真的是 一人一个啊 你可不能多吃了啊 超级好吃 新鲜 弹牙 它是什么口味的 这个虾 就是你吃猪猪 它又是烤出来的 啊 烤虾是吧 这个是蘸一下这个 巧克力酱 哇 多多 蘸多多 蘸多多 啊 是 然后一口 满足啊 这一口 幸福啊 吃甜点就是幸福啊 它这杯好美的 美啊 美的 真的是 特讲究的一个 奶昔 你看上面还有这干花是吗 放了干花 这新鲜的花好像是 花瓣 还有一个 这个是什么 这是柠檬片 不是 那个 菠萝片 晒干的 菠萝干 哇 这一杯 先拍张照 先拍张照 姐姐还不允许吃 这个我觉得他们 小孩子吃完有点硬了是吧 但是我超级爱吃的这个 它里面厉害的什么 有生火腿的 看到没有 嗯 有生火腿的 然后还有 培根 姿势 啊 生火腿这个是 然后这个是肉片 还有蔬菜 还有一点酱 哇 怪不得吃你口感完全不一样 它不是培根 不是培根 不是培根 是吧 它的原材料是很好啊 嗯 是的 生活的 老价格了 西班牙 那个 地比 也不一样的 妈咪今天觉得我们的下午茶怎么样 西班牙式的下午茶让你体验了一下 让我今天尝到了 伊比利斯火腿的 生火腿的味道 以前这还没有吃过 让我今天真享受了一下 高品质的下午茶 高品质的下午茶 是 来我们看看这酒店 我们通过这个下午茶 我们就觉得这酒店应该是一个高品质的 Malier 这个酒店应该是一个高品质的酒店 它的优雅 然后装修的精致优雅 真的让人印象深刻 这杯水都给你倒的特别的优雅是吧 我们今天这一餐下午茶是 一千二百 就一千三百块钱不到 我们就享受了一餐 西班牙式的 纯西班牙式的下午茶 真的是 主要是在这边特别的舒服 你吃完还能享受这个酒店的服务是吧 然后还有这么优美的环境 然后吃完就可以在这边坐很久 你就在这边再感受一下这酒店的气氛 真的特别的好 我觉得特别的值得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欢迎大家有机会来感受一下 亲爱感受一下 不一样的下午茶 不一样的酒店 一样好的服务 对 真的是 好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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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